再来看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醉汉 在1月29号的上午在山西林坟一处闹市区 一名醉酒的男子爬上了电线杆 倒挂在距离地面9米高的高压线上 玩起了空中杂爽 情况十分危险 接到报警之后 当地消防电力部门迅速展开了营救 为了防止这名男子触电 当地电力部门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消防人员迅速撑起救生电 做好安保措施 但这名醉酒男子情绪激动 不停劝阻 不一会儿又爬到了两根电线杆的中间 并突然松开手脚 滑落到第二层高压电线上 在第二层高压线上困了15分钟后 由于体力不支 这名男子再次坠落 掉在救星器垫上 经医务人员检查 这名男子除了大量饮酒外 身体没有受伤 他事后告诉记者 由于心情不好 一直想不开就喝了一斤白酒 才导致了这场闹剧发生 徐勇宁可听 但就是最后这困难了 1点之后 跟宅伤 有点识 有点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